花莲邮局110年度上半年的践行踏青活动 12号上午在太平洋公园举行 带领近百位的退休员工 在南宾公园散步剑走玩趣味游戏 希望能够促进银法族走出户外健身运动 也联络情感 为了鼓励退休人员和银法长者 能够走出户外运动散心 花莲邮局每半年会举办一场踏青践行活动 5月12号上午天气晴朗 花莲邮局带领着近百位的银法长辈 在太平洋公园展开一个上午的趣味活动 中卫邮政花莲邮局为了鼓励银法保护 走出户外参与社会活动 拥抱大自然促进人际关系 所以今天在太平洋公园南宾段 举办了银法保护的踏青活动 参加人数70人 我们的活动内容包括踏青践行 虚威游戏卡拉OK歌唱等 最主要是让他们走出户外晒晒太阳 跟老朋友叙叙旧聊聊天 养成运动的习惯 多位邮局的退休主管也都前来参与 看到老同事们大家热络地招呼聊天 增进彼此情感 活动首先是轻松健走 大家撑着洋伞戴着帽子背着水壶 在太平洋公园散步聊天 接下来是趣味游戏竞赛 华林邮局也准备了精美丰富的礼品 让每位参加的银法长辈都满载而归 介组会幻视报道